各位網友吉祥 又新的一集,陷龍茶餐廳 沒錯,招關案例 我們一開始有一個 這次是一個老師的感謝信 先讀一讀 老師吉祥,我寫封信給你 是想深深地感謝你 在我們的生命中給了一個重要的明智建議 回顧起今年年初移居到英國 當時太太上仲了一間在海邊的屋 上仲,很文雅 即是看仲 雖然她想極力,立即想買 但我堅持在做任何重大決定之前 都要先詢問老師你的意見 當時你用一個十分嚴肅的態度 就跟我們說絕對不可以買那間屋 當時我們不理解你的意見 當然我們也會遵從你的指導 找其他合適的地方 直到最近看新聞 原來才知道 當時我們差點買了那間海邊的小屋 發生了一間嚴重的失竊命案 人才兩失 我們就非常幸運 和感激 如果當初沒有你的建議 可能我們也會陷入那場災難當中 感謝老師你的救命之恩 你的專業判斷和心思熟慮 令我們遠離了潛在的危險 再一次誠懇地向你表達我們的謝意 你是我們生命中的守護者 這就是她沒有買後 那間屋就發生了這件事 沒錯 就不是說在她沒有買之前 就已經發生了這件事 應該是這樣 這個就是 因為為什麼呢 這些房子 其實在很多人買房子 其實很有學問 其實這間屋是 當你決定要買那一剎辣 簽合約那一剎辣 它已經在影響你 所以有時候 譬如很簡單 那些有錢人 幾十間屋 是不是 又或者 有些人 他以前是買了一些公屋 公屋是可以買的 用了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就可以買下來 他們即使發財也好 都不會將那間公屋轉手賣出去 發漬那間屋 是的 就是那間發漬屋 他們會認為這間就是他們的祖屋 他們就外那間屋 用來做什麼 就是裝祖先位 噢 用來裝祖先位 但是這間屋雖然他們不住 也沒有三副鞋物在這裡 會不會對它有影響呢 一定有影響 好了 這間屋好 這間屋壞 也有影響 所以有時候這個屋 當然如果它還是留花 它買留花 即是這間屋還未存在 當然沒有影響 因為它什麼差都沒有 甚至可能連空地都還未平整完 是 但是如果它已經建好了 可以入住了 其實你一買的時候 已經受到你這間屋的風水影響 所以當它來問我的時候 即使地址 只能看到海邊有一間屋 連地址都不用 它已經一問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你不行 即是畫面已經出來了 即是畫面 即是這次我去新加坡 去新加坡的時候 就見了兩個 即是新加坡一些很重要的人 這位女士就帶他另外一個生意上的夥伴出來 這個夥伴一坐下來 因為他們兩個都知道 我懂得問事 所以特地出來 我也免得大家繞圈了 因為時間不多 那位男人一坐下來 我已經把他的事都說出來 我已經說 你的辦公室 看出去 右邊有些什麼 左邊有些什麼 我說你的辦公室是不是在五樓 他覺得很厲害 他覺得 看著他的朋友走一跳 然後我說 你有兩個小朋友 大的兒子 小的兒子 小的兒子 現在多少歲 現在他身邊有幾個男生 追著他 我說你小心 你的女生 然後他就馬上打電話給他老婆 因為媽媽知道女生的事 但是爸爸不知道 因為他是一個大老闆 他在一個公司四百多人 他也叫做大老闆 一尾就是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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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主外一個主內 沒錯 不知道 只是看成績好就好 但是很細節的事情 都是女人去管 然後問回媽媽 原來真的 然後我說 女兒將會出事 你現在這樣 告訴她 這樣處理了 避免了她的女兒 有個劫數 然後這個人 他再是 這次新加坡這個案例 他屬狗 他屬狗 他屬狗的時候 明年是龍年 他 而這麼巧 他想找一個合作的夥伴 他已經在想他的退休計劃 今年雖然五十多歲 他在想他的退休計劃 想著找一個長遠的合作夥伴 然後慢慢就可以抽身 可能我懷疑是類似一些外判 或是怎樣 他只是接了工作回來 就扔給那兩間公司 幸好香港的建築商也是這樣做 我說絕對不可以 我說如果不可以 你就糟糕了 我說你身邊有幾個小人 還有明年是龍年 沖太水 直沖到正 直沖到正 我說你一定出事 我說你錢是賺不完的 有很多機會賺錢 你千萬不要急 不要說我年紀大了 我沒有時間 去到你六十歲那一年 你又想多做二十年 對不對 你五十歲就想著六十歲 退休到你六十歲 你想做到八十歲 是 所以他為何會有這些想法 第一就是身邊有小人 身邊有小人 另外其實是準備進入衰運 因為反覆期特別是沖太水 沖太水特別淪盡 而龍狗的沖是特別厲害的 神術沖是特別厲害的 所以明年熟狗其實很嚴重 明年熟狗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建議所有熟狗的人 明年是完全收皮 完全收皮 完全 最好在這個世界上忘記了你的人存在 低調的人 消失 消失一年 如果真的要露面的人 那怎麼辦 例如當一個醫生熟狗 要低調再低調 小心再小心 譬如醫生西醫也好 中醫也好 小心出錯 中醫跟針灸 當然要看針灸有沒有拔掉 如果是西醫的 做完手術 看看刀有沒有留在別人的肚子裡 有沒有留棉花 一會兒說連鉗都可以留在別人的肚子裡 這些要小心 因為會生白人凝裂 所以這位網友 他的房子 當他想去買的時候 實際上他已經有這個訊息 很簡單 意思是有人來問你事 你突然會看到畫面 沒錯 總之是看電視也好 有一個畫面在 這個畫面有些人是看到一幅畫 或者一幅相片 有些人是會看到一個場景 有些人是會看到一條片 不同的 你要解讀 當他一問的時候 我已經見討的時候 絕對不行 因為一定出事 他問為什麼不行 沒有那麼多 你問的為什麼就是你不相信 沒錯 你問的為什麼就是你不相信 當時我也是 我有一個很大的項目 是 我問兩個高人 因為我自己不幫自己看 因為我怕我有主觀 我會有偏見 希望想做 人都是 想去馬去馬 不行 我問兩個高人 兩個高人給我的答案 都是一樣 嗯 那就知道 那我就不做 但實際上 你說心想不想做 想做 想做 是 但是我就是說 如果我不相信 我為什麼要問別人 沒錯 是嗎 還要問這兩個高人 要花很多錢 要花很多錢 這個錢是斷萬計 即是多少位數 六位數字 哦 問一條問題 是 是 OK 每個人都六位數字 嗯 就是說 這條問題 因為很嚴重 我才要問 是 兩個都給六位數字 的例示 嗯 別人回答我 很簡單一句 即是你計六十隻字左右 即是一分鐘而已 那個答案 嗯 別人說不行 不要做 就是這樣 嗯 你信還是不信 嗯 就是這樣 嗯 是嗎 同樣道理 這個網友來問我 喂 他 即是叫做 我們 都沒有收據六位數字 是嗎 沒錯 即是這麼簡單 只是回答他 不行 嗯 不可以 那他聽了 聽就是他自己聽說 他的命數 命力該絕 他又問這又問路 又問這又問路 即是他不相信 是嗎 是嗎 是 那我現在不買 遲些買 對 對 即是算了 你真的不相信 是 所以 我們 所以為何我們一定是說 這麼多的門檻 還有 就是說 一定要收費 一定要收到這個價錢 沒錯 原因就是你不給 你不相信 你不會相信 你只會有很多的藉口 是 我可以跟你說 我找那些高人收到六位 是最少的了 已經是自己的油價 他們收外面 是收到七位數字 沒錯 真的 千真萬確 但是他這個答案 令到我至少避免了一個更多位數字 這麼大的損失 沒錯 是千真 好像你買保險 你一個月 一年都是三千多元 醫療保險 有些是四千多元 五千元 但是你一下子 就有幾十萬元 有什麼事 是完全划算的 密超所值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別人給你的建議 你願不願意厭 你願意厭 你要學運 妳不願意厭 你有很多藉口 甚至莫諸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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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集.." 拜祖先的地方 我看到網上流傳一幅照片 看到樓下原本是有露台的 但用磚全部封死了 有些人留言說 這間屋是用來拜祖先的地方 是否有這樣的東西 絕對不會 但為何會用磚封死所有窗 那就是養鬼制 下一集我會和大家分享 賭船的鬼故 和賭船和養鬼有關的鬼故 好 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見 拜拜